你 我有点那种感觉像是有点回避 那种回避一恋性那种人格 就是男生的话谁对我表达出好感 或者是谁一直就是猛烈的追求我的话 就是无论我对他有没有感觉我就想回避 杀鱼不出来 孙许啊 小哥已经迷茫去了是吗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又弹心了小哥 天天都在说这些哈我现在就很迷茫 就是你有想好自己要画什么东西吗 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看过他的 报名本 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 那我觉得呢 你可以画 你把这个变成 我 加油祝福你 希望你成功好吧 加油 谢谢谢谢 那行那我就先进去做口红去了 好好好 加油哈 拜拜 祝你成功拜拜 去哪了 出谋划策 你们每天录留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有点难 有时候 很难啊 每天都要想要怎么整活 哈哈哈哈 我今天就不留了 不留言了 不留言了 也可以啊 你们再一些轻易的表达那我就不参与了吗 那就是有一个女生受不到留言 啊 嗯 嗯 那应该是吧 会有别的方式去跟他表达吧 嗯 嗯 对 哦 可以 没事 到了明天看就知道了吧 挺好 那个出谋画策的那个人 这么认真 谁认真 哈哈哈哈 你看外面那种感觉好有实意哦 对啊 那个风吹的你看 风中作画的少年 嗯 哇 这风好大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你遇到的一些不理解的事情跟他说 然后让他与女生的视角去分析一下 嗯 其实我最不理解的事情就是 近两天我们都是 相互的留言 然后 留言 他的名字在叫心动留言 嗯 留言对你意味着什么 留言对我不止意味着心动 嗯 就是我大概在那边我听了一下张张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性格的人 对 然后我也了解到他说他其实 没有怎么 反过恋爱 嗯 我觉得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不太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 对 嗯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一点吧 因为我们今天在那边跟他们说了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勇敢一点 嗯 Pico他这些男生之中相对来说 他今天的状态来说比较纠结 就是一直在转啊脑子在想他说怎么给你到底在给你怎么去策划 他不太确定女生这方面的想法吗 他就不敢太过于深入的去进一步了 你们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什么就是刻骨铭心的事情 哈哈 没有 我有点那种感觉像是有点回避 因为我回避依恋性那种人格 就是男生的话谁对我表达出好感或者是谁一直就是猛烈的追求我的话 其实无论我对他有没有感觉我就想回避 很多人回避依恋 然后我不喜欢这种刻意 我会觉得有点压力 对扶持的感觉 对对扶持的感觉我就不喜欢这样子 就这样子 感觉现在在一起就是两个人相守得很舒服啊 然后很快乐不会想东想西就是挺好 如果真的哪天就是觉得又有那种冲动了 到时候在一起也不吃 对我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感谢观看